市長 現在說到政黨法 說到東山 你們部長怎麼打拼了 他是不是受到黨產的感染 而生病我實在不曉得 沒有啦 我是說中邀 不是他怕黨產 他肩膀可硬得很 我要來請教 這個 行政院版 我看今天的一個報告裡面 我想請教的就是說 你們對政黨法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規範 對不當黨產基本的態度是怎麼樣 不當黨產其實這幾年來 我們內政部已經都有提出來 就是說在過去的這個財產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是認為 他有法律的層面 他也有政治的層面 如果法律的層面根本不需要講 各個部會都已經有透過法律的這個途徑 在處理這樣的事情 如果確實裡面還有一些政治的部分 這個應該透過政治來解決 是協商呢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方式來解決 是比較合適的 如果法律沒辦法改管 政治上政黨不願意協商呢 你認為該怎麼辦 那這個那個那個那個部分 你要能夠確認說 他是屬於那個政治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就是看這個這個立法院 大家有沒有什麼樣的共識 是不是要把他立法強行 那強行把他納為這個國家財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要考慮到說 是不是確實是這樣 那縱使是這樣的話 他還是可以 到最後還是可以 尋法律的途徑 來做這樣的這個申訴 或者是行政法院來 這就不要一直打轉啊 我沒有打轉 什麼是不是這樣 啊縱使是這樣 然後到底是不是要 你現在是在說什麼 我聽不懂 我簡單問你 你不知道什麼叫做轉型正義 你的意思的話就是認定的問題嘛 認定的問題到現在沒有一個標準嘛 你如果是說強佔公家的財產的話 那這個是法律上的問題 這個是很精確的 那你就是到法律 到法院去啊 就可以解決了 是喔 是 你真的這麼認為喔 你真的不認為有時效的問題喔 你真的以為到法律 真的是國民黨過去的不當黨產 就可以全部要回來了 時效的問題也是法律的規定嘛 這個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超過15年就算啊 就算給國民黨了 這樣是不是 我沒有這樣講啊 法律的規定就是 你告訴我哪一個法律時效 比這個還更長的 時效的規定也是 也是法律的規定 法律的規定也是 所以制定法院可以討論的嘛 所以制定法院 我告訴你 你講到這個政黨法 講得不當當的 我告訴你 你從剛才回答到現在 我這樣問你完全胡說八道 可以有既定立場 可是政務官到這個答詢台 答詢台上請 言之有誤 我們胡說八道 我剛剛很仔細在聽你的答詢啊 你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可以有你的政黨立場 我都不管 你以前都胡說八道 你剛才都胡說八道 你知道嗎 我現在就正式來進入啊 今天的 院版的 你們提出來 請問 你們針對 不當黨產的態度 是什麼 請你重新回答一次 就是我們在政黨法裡面 雖然所提出來的嘛 我們已經有在口頭上報告 也說過去黨產的這個處理啊 尋法律的途徑 現在本來就是可以的 那我剛剛又講說 如果是屬於政治上的這個部分 可以透過政治的協商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不當的黨產 過去 如果政府要不回來的 法律上有它的局限 除非 用協商的方式 否則 雙手一攤 那也是沒辦法 第二個 抱歉 協商只是方法之一嘛 不是說只靠協商嘛 我想 這個是 這個是你裡面的說明嘛 例如協商嘛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啊 目前相關部會跟地方政府 已有處置的一個作為 你就這樣講啊 你就講到這邊而已 我在這裡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你認為 黨產 那以後啊 他只要讓它 合法化以後 你所謂的合法就是 讓它去信託 你要不到的全部都是合法的 所以這個政黨法 我們 我看來啊 這整部 政黨法裡面 就是要 讓整個中國國民黨的黨產 讓它合法化 然後呢 然後呢 以後有定期的一個收益 突然你的想法是不是這樣 從這部條文 整個條文草案 看起來是不是如此 我們是講是說 過去啊 那個 那個要信託的也是 也是僅止於那些 所謂的這個經營這個 盈利事業那個部分 你如果在本法施行 兩年之內 沒辦法把它轉讓 或者處理掉的話 那你當然就要信託 政黨不適合去經營這些盈利事業 因為它可能 將來會引導國家的政策 所以必須要 有這樣的這個措施嘛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台灣啊 這個整個這麼長久以來 這一部政黨法啊 沒有辦法出現一部 公平的一個政黨法 沒有一個公平的一個競爭環境 所有的問題啊 你知道出在哪裡嗎 你根本知道出在哪裡 出在中國國民黨 從以前開始 多次的一個主黨 或者丟到委員會裡面來 哪怕要審議啦 到最後呢 技術性干擾一大堆 可以理解啦 可以理解啦 喔 那你不用這樣扁路到這裡 那你怎麼穿屁屁啦 其實我相信 整個中國國民黨 這一些不當的黨產啦 我不敢說它全補啦 連國民黨就有很多人 在說這些不動黨產是獨流啦 有人形容說 叫做魔戒啦 那如果我看完了 過期啦 到現在撞一個人 要是他們東來的人 那還是認為那是一個奶嘴 我都認為那是一個奶嘴 拔不掉 不習慣 所以今天啊 這個政黨法 借這個機會 來做一個匡政 是一個好事啊 所以處長啊 態度可以更開放一點啦 我 我想再 是啊 所以我想再請教啊 如果我講的是對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報紙 我看到這個報紙覺得好玩耶 中國國民黨 我相信他們的 前黃務新的主委啊 你看到這個新聞了嗎 一嗆 說黨產自己管 外界講的都是放屁 這個處長啊 你聽到你有什麼感想嗎 我們今天要審這個政黨法 也談到這個黨產 你認為黃務新這個 主委這樣的一個 嗆法你認同嗎 我想他們有他們的看法啦 那 這個還是以事實為重啦 沒有 我評價一下 今天我們在說這部 在討論這部政黨法 他現在跟你說 誰敢討我們都黨產 阿批都叉叉叉 我就不敢說了 他講那個 沒有法定的效率啊 他就是 那 講就是對 等於是他的意見表達而已 你還以為